新城敬爆颁奖励2022 相当搞笑,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首先是没有电视台直播 转播 改为要付费看直播 美其名买新城的会值 但要到$398 很多人都不会知道会值有什么用 当你一年会怎样听什么歌 他们只是想看直播 给4个水有没有搞错 然后你只能听收音机 但只听又有问题 网问很不满,纷纷留言在这里发声 然后也有搞笑,有入场观众 获发一袋礼品包 其中有礼券,有芥末一枝 和一公斤香米 一公斤也是可以的 幻好的力度,完全不会特别论盡 但也有搞笑 然后有声就没有画面就论盡了 那些人只听,没有画面就耳朵 那些人也会灵一点 于是新人打头炮 坐庆先 一堆今年的新人 很多人都是灾难级别的 其中有个唱狂人日记 那些网民就说由头走音走到尾 那些人没有画面看 而会灵一点,超难受 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 那些人不知道谁在唱 又是另一个笑话 然后有画面也不错 没有画面就不知道谁在唱 然后又更容易听到走音 不是瑕疵,那些灾难 但有画面看直播的人也是搞笑 比如说他们没有安排歌手的名字 放在螢光幕里面 有些真的不知道谁 这个谁在唱 再加上又唱得不太好 就变成新人这个环节有点搞笑 他们想着一心找新人出来 唱以前前辈的派台歌 其实也是挺有想法的 就唱MIRROR那些 即是BOSS 蒙雀嘴雪爱你那些 那些变成了挺麻烦的 另外大合照大企位 就会看到MIRROR在中间 然后第二排的中间 就严明希真比特那些 另外姜濤就 脚伤仍然养伤 在打类球那里 自己搞到自己 还未能够开工 全晚颁了63个奖 MIRROR就大人家了 9个奖项 足足拿到9个奖 来看看他有什么奖 其中个人奖 其中个人奖有5个 Total是7个人拿到的 也是很厉害 另外团体奖有2个 但目七似乎是不齐人的 COLA那边就知道缺了3个 这里就拿了9个奖 厉害 另外劲爆新人 就是Afterclass 为首一堆人拿了很多奖 其中保琪、Lolitalk Yumi也一起拿了一个 叫做劲爆新人的奖 而闫明熙自己再拿了一个奖 下面再跟着 还有些小有趣的 下面会再说衣着方面 保琪也拿到了 另外余中瑶、吴启阳、张曼莎、陈宗杂、黄明德、黎展锋 还有其中云浩影 另外COLA缺了8缺3 有5个人出席 另外3个人不存在 2加1没有出席 现在团队都常常留意COLA 其实他们读COLA 我又不想跟着这个字 为什么会读到COLA 英文有限 只要读COLA 网民巴打正在研究 因为他们经常都不齐人 就是说有些人 还没准备好唱歌 不是说骚承 还没练好歌 就不出来 只是派一些 唱得好跳得好的出来 是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巴打这样分析 但是很多次商演活动也是 以至你颁奖礼也是 难道你另外两个有东西做 那么搞笑 你有东西做也是Malva Day 有东西做先 有东西做 浸潘宇谦 欧子林 苏伟桥 借高 浸潤 全部都不懂 然后劲爆人气偶像 就是他们 刚才9个奖的其中3个 劲爆人气偶像 不过这个 新城劲爆一向都多奖 我不一一全部列举 另外盧瀚庭这边也拿了 劲爆我支持歌手 是独立一个人得到的 然后终极的劲爆我支持新人 最终被李俊杰拿了 刚才那一堆新人通通拿不到这个账 就是劲爆我支持新人 李俊杰拿了 最终都是好赢的投票 另外突破歌手 是严明熙和珍比特一起拿的 我支持歌曲也是MIRROR歌 然后有一个撞衫疑魂 分别是得到新媒体歌曲 就是姚卓飞BFF 另外两个得主就是FF王浩怡 憑实力单身就是红座星 另外和她撞衫是拿到跳舞歌曲的 斯康桥 后来Chantelle也换了另一套衫 所以也是经验 猜不到有趣的事情在这里发生 就是撞衫 立即很快速换另一套衫 所以真的要带两套 不是要带三套 因为后备那套 万一又这么巧 跟在场的人撞 也挺有趣的 不过没有 第二套换了 另外欣怡她们就拿了女歌手 分别还有泳怡王浩怡 然后男歌手就林家谦 冯允谦 姜濤 未知有没有排名 她没有特别列名金银铜 但是有个次序 不过有些不同 我看到不同的报道也有出入 所以不按顺序 另外还有年度歌手演绎大奖 播放指数歌曲也是敬軒 歌曲是赛纳斯的爱 另外有劲爆乐队 厉害 Promise One promise 又有劲爆组合 Mira ERROR Pixel 就是这样的 另外十首歌 听说严明熙的《盐》也得到 然后我以为 叶巧琳那首也得到两个奖 难道我还未够难 泳怡也有一首 某种老朋友也得到 许亭鏗、陈伟璇、冯允谦 吸缺席的人唱首歌 和欣怡的《我们》 大致是一个 挺有趣的乐坛班长 往往都是热身 他们第一炮 四个颁奖礼都是不同定位 不过今年 不知道会不会有些特别不同 他们永远是头炮 皆大欢喜 大家都有奖 以前当年试过派到一百个奖 今年没有那么多 没那么多人拿 以前乐坛很盛放的时候 真的可以派到一百个奖 今年没有 皆大欢喜唱首歌 但新人那些真的要注意一下 很多都说是灾难级别 《狂人日记》我也想听一下 如何唱一首歌由头走音走到尾 如果是这样 为何要选择《狂人日记》也挺有趣的 大家看看什么想法 就留个字来研究一下